也希望我的分享能够对大家今天下午听的这么长时间 能有一些收获和价值 但是其实我讨论这个话题会有一点点 在这个业内其实比较尴尬 因为安全一直是一个叫好但不叫做 大家都觉得很重要 但可能很多团队还不够重视的一个话题 一个技术方向 然后我现在所在的公司微软Azure 其实也是在做这种软件供应链安全的产品 但是是在给我们的这个容器服务 去做这个软件供应链安全 但是我做这个东西正好也是开源项目 所以并不是一个商业的产品 所以任何用户都可以去用 但我今天这个分享倒不是说 要推荐大家去用我们开源的这个项目 主要还是想跟大家探讨一些 在安全领域一些有意思的话题 其实我这两天在逛这个卖卖的时候 也看到一个比较有意思的说法 是一个新闻 就是在国内某互联网巨头公司 他们整个安全部门被干掉了 然后下面就有人评论说 说这个安全团队在公司没有安全漏洞事故发生的时候 觉得安全团队没什么用 然后呢发生了安全漏洞事故 发生了这种风险的泄漏 对吧 又觉得安全团队还是没什么用 所以安全团队可能在这个公司内 它的定位可能就确实在国内特别是比较尴尬 但其实据我在微软跟国外的一些客户 跟国外的一些合作伙伴打交道的过程中 其实发现国外的这些对安全 国外的特别是大的金融保险公司 对安全的重视是非常非常高的 并且美国现在也是有这种头号的行政命令 网络安全法去要求在这个软件供应链安全 有对应的措施 然后我等会儿还会邀请我的另一位同事 然后他是Container D社区的Maintainer 在KN社区有非常丰富的贡献和研发的经验 他会去分享一下 最近在Container D社区比较热议的 在这种run time维度的 这些新的供应链安全的方案 OK 然后我的目录呢 就主要是包括四个话题 前面会去讨论一下 现在软件供应链安全的一些案例和挑战 然后再会去分享一下 在CNCF这个生态里面 有哪些比较有价值的 开源运生供应链的一些产品和开源的方案 以及现在业内的标准的框架 然后第三个我会去快速demo一下 我们现在在做的一个开源项目 第四个就是会由我的同事副委 给大家去分享一下 现在Container D正在去推进 和落实的一个新的方案 首先第一个就是 我可以简单去介绍一下 软件供应链的安全 它的一个理念 因为国内这个东西还是比较新 我在国内听到 这个软件供应链安全提这个东西的人 大部分还是一些安全机构的 一些专业安全机构的人 以及这个信通院啊 这些标准组织 其实从中端用户这边提到的 这个供应链安全其实非常少 所以简单科普一下 这个软件供应链安全 其实本质上来讲 跟我们的传统的制造行业啊 我们传统的这个生产行业的 这种物理的供应链安全 物理的这种供应链 没有太大的区别 还是从这个原材料的生产 加工到运输 然后再到这个销售 这种消费 对吧 然后在这个软件领域呢 大家知道可能前期 这个物料的这个软件代码 你不可能从零去写第一行代码 那在写一个软件的时候 我们可能要去用到各种各样的 第三方的依赖 需要在这个原代码构建的时候 引入一些第三方的开源项目 我们都希望去站在巨人的肩膀上 去做好一个产品 那在用到第三方依赖的时候 可能会遇到一些 这个第三方组件的 这些开源项目的漏洞 这个是不可预见的 比如说前两年很热门的 这个Log4G的这个事件 对吧 然后再到构建传输和分发部署 其实都跟我们传统的 这个供应链是非常非常相似的 所以其实从本质上来讲 它跟我们这种日常生活中的供应链 是没有太大区别的 那我们可以看几个例子 大家可能知道 就是在这个圆码的构建 它叫做这个组件的构建 以及这个网络传输 其实在每一个环节 在我们这个软件 生命周期的每一个环节 都可能会引入一些 这种第三方的依赖 然后这个依赖可能会带来一些 漏洞或者是一些CVE 那这些问题发生在各个环节 其实在业内也有各种各样的 这种安全风险的新闻爆出来 并且一爆出来都是这种核弹级别的影响 对整个行业都会有影响 比如说在最近的这个4月份 OpenAI它就有一次这个安全漏洞的事件 造成整个OpenAI的这个ChatGPT的service 瘫痪了大概六七个小时 其实它的影响面还是非常大的 然后它根本的原因是因为 OpenAI它底层依赖的一个 Redis Python的一个Library 一个库 里面是有一个安全漏洞 然后呢引发它用ChatGPT的用户 A用户可以看到B用户的这个聊天记录 这个缓存里面存在一些泄漏的问题 所以当时OpenAI就紧急修复了 这个Redis Python的安全漏洞 然后打了一个patch 升级到了最新的版本 然后把这个问题给修复掉了 但是它面临的问题就是 它的这个服务当机了七个多小时 所以这个安全漏洞 它平时没有事的时候 大家都不会去关注它 但它一旦出了事情 其实对整个业务 对整个行业的影响是非常非常严重的 这是一个来自新思科技 在2022年和2023年的一个报告 其实可以看到 最显眼的两个数据就是 84%的这个扫描的样本代码库中 至少会包含一个漏洞 那48%接近一半的这个样本库 可能会包含高危的软件的漏洞 然后其实刚刚我提到 在美国已经有这种行政命令 在21年美国白宫 它是颁布了这个行政命令 要求这些企业在生产 在开发和发行你的 这个软件的时候 去卖你的软件的时候 你是必须要带上对应的 这些软件供应链安全的一些证明 来证明你的软件是安全的 比如说像S-Bone 软件物料清单 或者是数字签名 然后我接下来会去快速介绍一下 在CNCF这个生态 已经有的那些比较知名的和一些比较好用的开源项目 也是我在最近这一年多去调研到的一些好用的项目 首先先讲两个框架 两个框架是我在业内去做这个供应链安全 发现两个比较在业内比较广为流行和采纳的一个两个框架 首先第一个我先讲右边的这个SELSA 它是在2021年Google率先推出来的一个供应链安全的一个级别评估的一套标准 然后它现在其实在华为 在国内的一些大的公司 包括在国外很多这些大的开源项目 其实都在用这个SELSA去评估自己的这个软件供应链的安全 它其实从软件的生产 然后打包编译 最后到这个消费 它都有一套很完整的等级去评估你的这个软件是属于哪一个等级 然后左边呢是微软在去年开源和贡献给OpenSSF 开源安全软件基金会的一套框架 然后它里面也有非常详细的这些标准的这个实践 来供大家去评估自己的软件供应链 包括用户在消费这个软件的时候是不是安全 但我这个分享不会着重去过这两个框架 因为里面内容非常多 如果说你在帮自己的企业去定义你的安全模型和风险模型的时候 可以去看一看这两个框架 然后这个是在CNCF的这个Landscape里面 它有一个专门的板块叫安全与合规 那在这个板块呢 它立了很多开源项目对吧 其实我们就用重点关注一下它第一排 目前相对来说比较成熟的这些项目 比如说它在这个已经毕业的和孵化的这几个项目 像这个OPA 这个策略引擎 它一般可以用来去作为这种开放的策略 去定义你的软件 哪些软件可以被部署 哪些软件不能被部署 然后可以去定义一些合规的策略 然后像这个Kiverno 其实跟OPA是有一点竞争的关系 它也是一种开放的策略引擎 然后呢Falcon它注重在这个Runtime 运行时的这种安全 然后最右边那个Notary 它最早是Docker公司开源的 然后现在是我们微软和AWS在一起去迭代的 这个容器数字镜像签名的一个开源项目 也是我们今天稍后会去重点介绍的一个开源项目 然后其他的这些厂商和开源项目也非常多 其实可以说明这个领域现在 其实在国外在这个全球 其实关注度还是比较高的 百花齐放 然后这个我是整理了一个清单 是把一些目前业内比较流行的 特别是在美国那边在海外市场 是比较说欢迎的一些开源项目 把它整理到了一起 包括镜像签名 容器镜像的分发和制品的管理 然后软件物料清单的生成 还有这个软件来源变更 还有这个漏洞扫描 还包括刚刚提到这个策略代理的开源项目 以及K8S集群验证引擎 以及运行式安全 每个领域都会有对应的开源项目 但它也会意味着你要花很多时间去研究这些开源项目 因为它相对来说方案比较多 然后其实心血比较散 那其实我今天重点会介绍就是在确保软件供应链安全 或者说在K8S上去确保容器供应链安全 有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你要确保你生产的软件 没有被其他人没有被黑客篡改过 这是一个去确保你的软件分发一致性的一个很重要的技术 就是数字签名技术 然后数字签名技术呢 它其实会依赖一些像这种数字签名的工具 其实也会依赖到一些这种数字签名的证书 那除了数字签名 其实还有一些方案可以去确保你软件分发的一致性 和软件分发的安全 比如说这个软件物料清单 它可以显示你的软件有哪些构成的组成成分 还有比如说你的这个软件的扫描 比如说像这个Trivi是比较知名的 这种做漏洞扫描的这种工具 其实国内也有很多SCA的厂商去做这种 漏洞依赖扫描的这些产品 然后准入策略控制也是我们等会儿会去demo的一个方向 会去告诉大家去定义一些有效的这些准入策略 来帮助你在K8S上决定哪些软件 哪些容器尽向可以被部署 哪些不能被部署 它最终的目的就是说能够帮助企业去避免这些风险软件 被部署到我们的K8S集群 我们的生产环境里面 然后这个是一个简单的一个图 这个图其实就是显示了我们在供应链安全的软件分发生产 然后再到最终的部署它的一个流程 但其实它里面最重要的四要素就是 一般在分发你的镜像的时候 会有四个东西会去依附到你的容器镜像上面 第一个就是这个漏洞扫描的报告 然后第二个呢是我们的镜像签名 第三个就是软件物料清单 证明你这个软件有哪些原材料组成 有哪些依赖组成 第四个就是你的软件来源变更的证明 你的软件是由谁生产的 然后是由谁发行的 这些信息也都是需要被 在这个镜像的部署和分发当中 是需要去提供给用户的 然后其实在刚刚有杨爱玲老师 他提到这个OCI spec 其实在这个OCI spec 最近也有一些新的进展 有一个叫reverse API的东西 现在在OCI最新的版本里面有出现 然后这个reverse API呢 它的一个出现就让 现在的这些容器镜像仓库 比如说像Harbor 像阿里云的这个container registry 还有一些各个厂商的容器镜像仓库 它就变得不再是 只为存储容器镜像而服务了 它可以存储非容器镜像 比如说像HelmChart 像WebAssembly的这个module 然后还比如说像一些 供应链安全的这些文件 像这个容器镜像签名 还有S-Bone 其实它们可能是一些JSON文件 它不是标准的这个OCI的镜像 然后还比如说像这个 你的漏洞扫描的报告 它可能就是一个文本文件 PXT文件 但它都可以随着你在让用户去拉取 让用户去消费的时候 一并地在容器当中去看到你的这些 这些供应链安全的制品 并且你不需要把这些内容 打包到你的容器的 容器镜像的文件系统里面 其实你通过这样的一个 这种竖图的结构 可以很清楚地看到 它们之间的这个依赖关系 也可以看到每一个 这个镜像下面挂了哪些 供应链安全的制品 然后其实我观察到现在 现在有很多开源项目 特别是CNCF生态 有很多开源项目 已经在实施这一套方案了 它会要求你在去安装 这个开源项目的时候 会去让用户去验证这些东西 比如说让用户去验证 S-Bone 让用户去验证 你这个漏洞安全的扫描报告 去验证这个Signature 这个镜像签名 来确保这个开源 Maintainer发布的这个项目 确实是来自于 这个社区生产的 然后它没有被第三方的这些黑客 或者是一些第三方的 这些 这些攻击者 植入一些不健康的 或者是一些攻击的代码 像这个Argo CD Flex CD 还有Helm ContainerD 还有知名的Kubernetes 都会有这样的要求 然后Notary现在这个项目是 刚刚提到是微软和AWS这边 两个云场商在一起 带来开源项目 然后之前Docker也有很长时间在参与 然后这个是我们项目的一个官网 它也是在CNCF Incubating的一个开源项目 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 可以去这个官网上看一看 对应的这个实验 这个互动环境 互动教程 以及我们的那个视频教程 然后我们也提供了一个 Notation的CLI的工具 它能够提供像这个 证书的生成 签名密钥的生成 以及签名和验证的一些基础功能 它有一个非常好用的CLI的工具 可以在命令行里面去用 我稍后也会demo 如果有时间的话 然后讲了这么多理论 我觉得大家可能觉得 还是听得非常的干巴巴的 我觉得还是需要去demo一下 我特别喜欢去用一些比较酷炫的 或者说比较有用户场景的一些demo 能够去证明 能够去向大家去演示 这个项目的一些价值 然后回到用户的场景去 回归一些解决一些用户实际的问题 那我接下来演示的这个场景呢 会去从这种 在K-BiOS镜像部署之前 然后从最开始 开发者去生产 去打包一个镜像 去编译一个镜像 到最终部署这样的一个 端到端的流程 我们要去做这种 供应链安全的保障 要有哪些流程 然后假设在最左上角 假设我们在这个某科技银行 有一个研发工程师 他叫小李 他负责去生产他们公司的镜像 但他们公司的老板呢 说他们必须要给他们所有的镜像 要加上一些这个 供应链安全的这些文件 确保他们的这个镜像 在让他们用户去部署的时候 没有被人篡改 所以呢 在原有的基础上呢 他们是需要通过一些工具 一些手段去生成 这些供应链安全的文件 比如说这个S-Bone 比如说这个数字签名 还比如说刚刚提到 这个漏洞扫描的文件 你要确保你的东西是 真实的 有效的 是安全的 那你的用户才可以去 验证和部署这个 你发行的镜像 对吧 在K-Biase上是 都是以这种镜像的方式去部署 那多了一步的步骤 相比以前多了的步骤就是说 现在必须要去通过这个 这些东西 加到这个容线镜像上 那我们其实有一个工具 叫ORAS 也是我们团队贡献给 CNCF的一个项目 它其实就能够把 把这个 这些镜像 这些非镜像的制品 给它依附到容器的镜像上面 然后在这个容器镜像仓库里面 也可以很容易地被 发现和下载 那最终呢 它这些镜像的 这些供应链安全的制品 打包好以后 最终推送到容器镜像仓库 比如说Hubber 比如说这个GFCR DogHub 那用户在部署的时候 它去拉这个镜像 它就可以一并地把那些 供应链安全的文件 给拉下来 包括这个镜像一起 然后 谈到这个 在部署的环节 部署的环节 比如说另外一家公司 是这个 某科技银行的客户 那这家公司呢 它可能是一个 保险公司 那保险公司 他们的这个 DevOps公司 是需要把他们 这个金融科技银行 这个小李生产的 这个软件 这个镜像 要把它 步到他们的生产环境 然后最终变成一个APP 让他们的 这个保险公司的 员工去用 那他就要去验证 这个镜像 是不是真实的 是不是安全的 是不是没有被人篡改过 对吧 那他这个 DevOps工程师 他去验证的时候 他就要去看 这些上传到 这个镜像上面的 这些S-Bone 这些漏洞扫描 这些镜像上的 这些信息 是不是真实的 那也就意味着 他需要去做一个 验证的步骤 去验证 他的这个合规性 那验证这个东西 谁来做呢 就由这个Retify 我们团队在开员的 另外的一个项目 Retify这个验证框架 来去跟OPA Policy 这个开放策略引擎 做一个结合 他可以去定义一些策略 来让这个组织允许 某些东西 某些镜像可以被部署 某些镜像不能被部署 比如说你签名过的镜像 可以被部署 你有这个GPL的这些 GPL的这些软件 License的镜像 不可以被部署 包括这些依赖 也不可以被部署 那你这个漏洞扫描 这个漏洞报告率 在80%以下的这些软件 不能被部署 那都可以通过这个OPA Policy 结合这个Retify 这两个东西 在这个最终的部署环节 做一个这个 守门员吧 来帮助集群 做一个检测 这是这个端到端的流程 那我接下来会有一个 简单的demo去演示一下 看能不能播放一下 OK 我这里在播放 可能字体比较小 我这里是假设 我要去对我已经上传到 容器镜像仓库的一个镜像 做一个签名 我这里有一个 NetMonitor的一个仓库 然后我呢已经把一个镜像 上传上去了 它的这个tag是V 我现在要对这个镜像 做一个签名 把我的这个数字签名的 这个文件给它 依附上去 那我们就要用到 刚刚提到的那个notation 这个小工具 CLH给它做一个签名 首先我们用notation的 这个list的命令 看到这个镜像上 是没有任何的签名 对吧 然后呢我们用notation sign 这个命令 去对它进行一个签名 签名完以后 理论上应该是会有一个signature的文件 一个镜像签名的文件 给附加到这个镜像上面 并且能够被查询出来 好 我们现在已经签名 我现在已经生成一个 用于签名用的一个测试的 这种X509的key和sert一个证书 然后我在签名的时候 可以去指定对应的这个镜像的地址 就是刚刚我们这个GHCR上的一个镜像 签名完成以后 它应该会提示我们成功签名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 它返回的这个地址呢 就是我们刚刚签名完的这个镜像 那我们去再用这个notation list的命令 去看一看 这个上面是不是有对应的签名生成 这个签名的信息上面 其实可以看到对应的信息是 谁签名了这个镜像 然后谁做了哪些修改 然后这个镜像 这个证书的发行方式是谁 这就好比你去看这个网站的 https的证书跟证书一样 对 OK 这个签名的demo很简单 然后我接下来会去验证一下 这个验证呢 其实就是在作为这个devops工程师 或者作为这个用户端 他去消费你的这个镜像的时候 他要去拉你这个镜像 那他要确保这个镜像的拉取 是拉了一个真实的 没有被人篡改过的一个镜像 那他去拉取的时候 他可能用到这个docker 或者是用这个cubicato的run命令 去做拉取和部署 对吧 那我们还是针对 刚刚我们已经做了签名的那个镜像 去做一个验证 首先我们去验证 就是这个notation list命令 可以验证出来 我们刚刚确实是已经把一个 这个signature结尾的一个文件 给他依附到 那个CHCR上的那个镜像了 那我们通过这个notation inspect命令 可以去看到这个镜像签名上 这个对应的证书的信息 看到是谁发行了这个 这个signature 然后看到他对应的这些 CHR56的值去确保 去对比 你生产方的这个CHR56的值 跟你消费方拿到这个镜像 是同一个镜像 没有被人篡改 那接下来如果我们确认 确实是没有被人篡改 我们可以去部署这个镜像了 对吧 我们起了一个mini cube的kbis集群 然后在这个mini cube上呢 我们已经提前部署好了 刚刚提到的那个ratify的验证框架 然后我们直接去部署对应的这个policy 对应的这个策略 准入策略控制啊 然后部署完以后 我们再去部署刚刚已经签名过的那个镜像 从GFCR这个GitHub的镜像张库去部署 部署的时候你会发现 它确实是可以被创建出来的 那我们可以用一个反例去看一看 如果说一个镜像没有被签名 我们设置一个策略 它没有被签名的镜像 不可以被部署 那可以看到我们去run另外一个镜像 它是不能被去成功部署的 它应该是被这个验证失败被拒绝掉了 可以看到另外的一个镜像 然后我们还可以去验证 就是去部署一个镜像 它的这个签名的时候 用到这个证书和key 是已经过期了的 用到这个key是已经过期了的 那我们也可以从这个验证的时候 去做一个过滤 做一个这种拒绝的一个申请 让它最终不要被部署到K8S上 然后我这边的一个介绍就到这里 着重去介绍了数字签名 在确保软件供应链安全 特别是在容器分发的方向上 去做这种一致性和真实性和有效性的一个保障 其实数字签名只是其中的一种方式 它不能完全地确保你的软件镜像是安全的 它可能还需要去结合像S-Bone 像这个漏洞扫描和这个软件镜像的来源 像这个Provenance Attestation 我不知道这个中文名叫什么 其实有这样一套的一个流程 去限制确保你的镜像的安全 那其实除了在这种Kubernetes的 在部署的时候 它通过这种Webhook的方式 这种Admission Webhook的方式 去验证你的安全 和做这种部署的限制和准入控制的时候 这种Webhook是一种方案 那其实还有一种方案是下沉到节点层面 甚至是到这个节点的Runtime层面 去做一些限制 那这个可能就更加的安全 并且性能会更加友好 更加优化 所以我们会邀请到ContainerD社区的Maintainer副委 来给大家去详细介绍一下 现在ContainerD在容器节点层面的一些安全的方案的研究 大家再坚持一会吧 是这样啊 就是刚刚提到的一些开源产品呢 就是说像那个Notary 还有OPA 其他它其实都基于那个APS Server的 那个Admission Webhook来做了 其实它从集群入口的角度来看的话 其实它是比较合理的 因为你POL在创建的时候 我需要去检验它的镜像是否是OK的 但是现在遇到两个场景 它可能会不太适用 第一种就是说 当你的集群规模非常大的时候 你会有很多创建POL的需求 如果说你的Webhook的实力比较少啊 因为它像那种镜像签名 它其实需要比较多的CPU的资源了 所以说你需要恢复一个高可用的一个版本 像话给集群 集群管理者它带来比较多的负担 然后第二点就是说 当你的KPU的集群想要提供一个多住户的服务的话 比如说你不同住户的POL能跑在同一个节点上 那么就是它的网络平面是不会通的 因为你的Webhook是作为一个 你Vendor方 你的数据平面想要访问住户的经济场 或可能你需要Private Link这样的产品 才能把两个网络平面给连通起来 所以说基于这两个场景呢 就是说我们会考虑把这个教员流程下放到节点上来 这样的话会有一个好处就是说 当你的POL创建出来之后 调度器会把它分发到不同的节点上 这样的话它本身是做了一个负载均衡 第二点就是你在节点上是要下镜像了 所以它天然就可以使用节点的网络访问 访问它的特性来访问 出户它自己的镜像仓库 所以说基于这两点呢 我们就由 应该是由DataDog的同事吧 他就在肯特地社区提供了一个方案 就是说他希望在下镜像的时候 能有一个类似于Admission WebHook这样的一个能力 就是我们先看看下镜像的时候我们会做什么事 首先当你拿到一个 就是当你拿到一个镜像名字的时候 我去下台它的时候我需要去解析它 就我也确认它的镜像是 但是镜像名是OK的 我要把它解析成一个唯一的哈希值 因为你的镜像名如果说是用那种 镜像名加Tag的形式的话 用户可以反过去推它 这样的话就是它的哈希值是不断地变化的 所以我第一步要把这个镜像名 给解析成一个唯一的哈希值 然后再下载它 然后再解析到我的文件系统里面去 然后现在它的方案就是说 我希望在解析完之后能有一个检测点 这个检测点它的教育方式跟Web库 其实它是比较像的 只不过它是用那种二进制的 拉起二进制的形式来做 就它跟那个CNI有点像 就CNI是用来初始化Port的网络资源的 所以说当肯特地解析完这个镜像是OK 然后拿到它的哈希值之后 它就可以把镜像名以及哈希值 然后这个插件可以去访问镜像仓库 甚至去说根据这个软件物料清单 来访问它是否使用了一些高危的依赖 但是现在可以看到就是说 它其实针对于这个镜像教育的开发者来了 它其实不是面对于我中央用户的 所以说也想趁这个机会跟大家说一下 如何做一个镜像教育的工具 下面我会demo一个场景 就是说因为现在Go支持的是1.19跟1.20 所以说我想做一个效果 就是说所有使用低于Go1.19的镜像 我都会把它给回学掉 那么做这么一个事情 其实需要定义好一个件事 就是说你的物料清单是长什么样的 然后你的物料清单你存在哪 因为我对于插件而言它只知道镜像名而已 那我怎么通过这个镜像名跟它的哈记是能找到我相应的物料清单 那么对首先我的物料清单就非常简单了 就是它的清单就是我的这个镜像使用什么样的Go版本 那么我存在哪呢 就刚刚其实彭也提到了 就说现在OCI在去年发布的一个新的API 就是那个OCI Reference 它可以很轻易地把针对现有的镜像 添加上一些额外的描述信息 比如说这个Net Monitor这个镜像 它有签名的信息 它有它的物料清单的信息 然后物料清单它自己也有 它自己的一些签名的信息 其实你可以通过这个API 可以把可以针对现有的镜像 来为它添加上一些额外的信息 而在这个演示里面呢 我做了非常简单 就是我的类型就是KCD2023 然后它的内容就是一个Go的版本而已 对 下面我们看一下 这个应该不是 对 这个放大点吧 对 首先我针对EDCD3.4.24 3.4.24把它的Go版本都给下来 然后现在可以看到它是1.117的 然后我用AORUS Attach上去 就这Attach非常直白 就像是说它把这个额外信息给贴上去了 你可以看到其实通过这Attach的命令 它可以把我刚刚的购买版本的信息添加到这个3.4.24上去 然后我现在再check它是不是给添加上了 对 用AORUS那个 对 你可以看到就是 这个镜像下面有一个附属的信息 然后它附属的信息的那个 这个寻指地址在这 然后我用AORUS Pooh给把它给下来 对 可以看到就是它 它实际上的就是 它实际上就是我刚刚传的那个字 然后有了这些物料清单之后 像是说你可以根据这个镜像名 在这个镜像仓库里面找到它的相应的描述之后 我们就可以定义它的那个消费端了 对 然后这个就是今天的主题了吧 就是肯特地这边 只要你的二进制 你是用share实现 还是你用pattern实现的 基本都OK 只要你能接收这两个参数就好了 一个是镜像名 一个是镜像的哈 一个镜像的哈细值 然后我这个程序是用share来写的 它做的事情就是说 拿到这个镜像名之后 我用AORUS Discovery来看 说你是否携带了我的描述信息 如果你没有携带的话 那说明你可能不是用够写的 所以我会放行 如果你携带了这个信息之后呢 我会去把它给下下来 然后用那个字符专比配 如果你是够1.19 或够1.20的 那我就会说 我proof 如果你不是 那我会告诉你说 你应该去升级 然后有了这个程序之后 你只要放到一个指令的位置 可能它会能识别 然后我们看下效果吧 然后这个效果 这样子我会起两个POD 然后这两个POD都是EDCD 然后第一个就是 它用的是 它第一个版本就是3.4.24 它用的是go1.17 然后3.5.9 它用的是go1.19 理论上来说3.4.24 这个应该会失败的 对 我们可以看到它已经下来挂了 我们来看一下 直接吧 就我们来用 对 用Event来看一下 对 可以看到 就是它会告诉你说 OK 你的镜像 你的镜像版本比较 就是你使用的go版本比较低 然后就是 就是说你得去升级了 对 所以说 就是说 其实它做的事情 跟Web户子做的一样 只不过是跟大家 稍微展示一下说 如果说 你想自己开发自己 所要的那种 镜像教员的 教员的功能的话 可以按照这种方式去做 然后现在这个方案 其实已经在 在上个月的 肯德蒂的会议上 其实已经 其实已经 afflued了 只不过是现在 它的code还在录录中 我相信很快速 会合并到 合并到主线上 应该会在年底 发布肯德蒂2.0 然后因为肯德蒂它只是 唯一的CII的实现 所以说我们也会考虑 推到像CIO 或是像什么 CII Docker 这样的一个项目上 如果感兴趣的同学 可以去看看下面这个链接 下面这个链接 然后我的分享 就这么多 谢谢大家 感谢两位讲师的 这个精彩分享 大家有什么问题吗 我有两个问题 想问一下周老师 就是SBOM清单的这一块 是否会完全去信任 供应商提供的SBOM 会不会自己去用 这个软件成分分析 SCA 去做一次二次确认 可以自己去做二次确认 而且现在其实也有很多这种 开源的这些SCA的工具 因为你如果完全相信 供应商给你提供的这个SBOM 其实也就意味着 你其实把你的这个信任的边界 你的信任这个模型 是放在第三方的这些厂商的 我是比较建议说 你自己再做一次二次验证 特别是在部署之前 去验证你的这个SBOM 是不是跟你预期的是一样的 对吧 而且你也可以自己再去生成一个SBOM 现在其实有很多这种SBOM的生成工具 比如说像那个SIFT Docker的那个SBOM是基于SIFT做的 然后微软也有一个开源的 叫Microsoft SBOM 然后第二个问题是 就是您提了那个漏洞扫描报告 对吧 但是漏扫的这个问题 其实是存在威胁发现之后的情况 还有就是因为这个测试手法的问题 可能导致它这个问题实际并没有发现 但是就是说可能我们产品交付了一段时间以后 这个暴露面才出现 就是从供应链的这个角度上 有没有什么比较好的方法 尽可能地去避免这种情况 或者说当问题出现了以后 我们真的去应急的时候 供应链这边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案 去解决这个问题 我觉得这是一个蛮好的问题 我觉得现在业内可能也都在面临这个痛点 就是这种主动式的防御 对吧 因为很多问题都是在爆出来以后 然后大家去寻找方案 其实这种补救措施 还包括一些主动式的防御 我觉得可能是大家在寻找的一个方向吧 我这边目前还没有看到一些很好的方案说 能够在这个漏洞在被扫描之前 就能够在影响具体的这个软件的生产环境之前 就能够极早地被发现 然后被拒绝在面外 我觉得现在其实好像还没有那种非常非常智能的这种方案 但大家只能说通过这些扫描啊 通过这个依赖分析的报告啊 去尽可能确保你的这个漏洞是 比如说你的高位漏洞是在百分之多少比例以下 它能够允许被部署的 我们现在看到的方案更多是在这个 准入策略控制这一款 做一些这个policy 这些策略的引擎的一些教验 然后确保这些软件是在被部署之前 能够被尽早地被发现 然后以这种主动式的防御的一个 一种思路吧 去应对这种安全的风险 特别是这种依赖引起的这些漏洞 我们一起去探讨一下 谢谢赵老师 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吗 你好 我想请问一下 就是关于镜像的漏洞扫描这一块 其实 扫描漏洞的话 其实我们有很多的工具 开源的 包括Hub自带的一些漏洞的工具 但是我们往往会发现 就是扫出来漏洞的数量会非常庞大 可能会几千成千上万个这种 但是其中扫出来漏洞 可能百分之七十八十 都没有POC 或者是都没有在野利用的这种情况 所以说 所有的漏洞都去退休的话 可能这个修复的成本又会比较高 那么我们在推休这方面该怎么去取舍 该怎么去筛选那些必要去推休的漏洞呢 据我了解现在国内有很多大的公司 他们其实是有专门的这种研究团队的 然后呢他们有自己的这种漏洞的数据库 然后他们会有一个列表 就是说哪些漏洞 它的这个等级是在高危还是中级 还是这个低风险级 所以我觉得可能它这个标准还不一样 每个企业会有它自己的一套这种漏洞风险的管理等级 然后据我了解就最近那个开放原子基金会 现在国内在很多厂商在搞一个联盟 就是这种供应链的漏洞检测分析的一个联盟 就是国内一些大厂啊 像华为啊 腾讯 阿里这些大厂都在参与 就他们的一些安全研究实验室 在想做一个国内这种一个标准的 一个共享的一个漏洞的这种库 像齐安信也是 据我了解 可能未来我觉得在国内啊 它可能会有一个统一的这个漏洞等级的一个分析的库 能够让大家去做一个参考 因为确实你少说一大堆 一个个去修对吧 这修的何年何月 如果说国内未来有一个这种统一的数据库 它能够检索到一些安全等级 然后按一些等级给出一些 这种补救方案 修复方案 我觉得那可能会比较合适 因为这个我觉得还是一个眼镜当中的一个方案 但是趋势是这个样子 大家还有问题吗 咨询啊 可能D2.0这个实现那个 说是通过那个二进制脚本 对对 是不是到时候这个二进制脚本 可能就是提供一个标准的功能要求 只要满足这些功能要求 我可以实现我自己的脚本 可能以银行参数的形式 写到可能D的其中参数里面 然后这样一个形式 实际上就是 需要把这个插件放到一个指定的位置上 就跟CI一样 对对对对 这种形式 只要能满足 比如说我的可能用其他方式去验 我只要能验就可以 对是的 好的 好的 好 谢谢 大家还有吗 我有两个问题想问一下 就是如果在打包的时候 我决于这个已经像from了好几次 这个时候如果通过containerG去查找的话 是不是很浪费时间 就是你说是说去查它的源吗 还是什么 就是软件清单 就是说我基于一个镜像 我去from了好多次 这个时候我去匹配当前这个软件清单的时候 就会很耗时 这个时候如果你去让这个镜像的时候 就需要等待很久 对这样就说 这起源于你怎么去做的事情 因为很多时候现在其实是 鼓励你在编译镜像的时候 就是只放一个二点子 就是说你尽可能少去依赖其他的 因为这样的话就是说 你依赖其他的镜像的话 其实说你修复起来可能也不太好修 确实是说你如果说 你所依赖的每个镜像 它都有独立的描述 可能查起来确实会比较麻烦 但是现在其实 现在OCI 现在没有一个特别好的标准说 我能够知道一个镜像 它基于是哪一个哈希值的来源 它不知道 它只知道说我是从哪个地方下下来的 就是它没法去找这个园 其实或者说你这个园 可能是存在其他的镜像仓库上 它不一定能在这个镜像仓库上 能找到 所以说如果说想要做成这样的话 建议是把所有的 这个镜像所依赖的所有镜像 它的一些转件清单 全合并成一个 然后提到上去 对 就是如果你运行的时候 肯定是全量拉下来的 这个时候它的镜像分层的层就很多 你需要一层一层去找它的软件清单 对 可能你刚刚提到的是这个 就是说它其实 它其实正在下载的时候 其实我并不需要去把所有层全拉下来 我可能只需要知道这个镜像名就好了 然后你可以把所有清单都跟这个镜像名做个绑定 我就不需要一层成就下了 就是一个镜像里面它有很多的层吧 每个层它会有一个镜像名 如果就是说 刚才说它如果 from了好几层 假如我的这个漏洞就在 最后一层 这个时候你去找的时候就 对 我明白你说 就是说 这个方法我建议只能说是把它合并成一个 就把你依赖的镜像全合并成一个清单 就是这样的话你就不用把它找了 你就只要找一个就行了 不知道解释清楚 就说比如说你的 你勾认出来是A镜像对吧 A镜像依赖了B镜像 那么我不会在我在解析过程中 我不会再去解析B了 那我会把B的清单合并到A上面去 我绑到A上面就好了 就是要做一层全量的拉取 去下载到前的软件去满载是吧 对 这个如果就是说 你一个主机上如果 有很多的大镜像 这个时候就会造成 就是你时间等到会很久 这块是不是有油画 对 会 镜像加速 镜像加速 加速是这一层 但是我觉得这一块的话 加速我觉得如果说你的物料清单多话 那应该确实需要等一等 这个我觉得也没办法的 它的层性其实很多 这块如果没有优化的话 会后去大镜像的话 肯定还是 对对 是是是 现在其实很多 很多开源软件 包括很多的那些镜像 为了避免有CVE 其实它只倾向于把它这个软件 所依赖的包放进去 它可能镜像只有一两层 不会有那么多层 当然就是像什么 像现在GPU相关的镜像 可能会成绩 可能会比较多一些 但是如果说对于一些 在线的服务的话 很多时候只是有一两层而已 就是现在的推荐的方式是这样的 但是我觉得真正的实践的时候 可能很多开发者 可能会拿其他的镜像过来 编啊编啊 可能它的成绩会越来越多 但是我其实个人 其实是不太 不太推荐这样做的 因为成绩的话 其实管理起来也比较麻烦 我看到这个 就是肯定2D之前 它是做了 bill了之后的操作 就是说我在bill了之前的时候 原代码的操作是没有的 是吧 供给链就少了一层 原代码的检测 对 这个只是消费短 这个只是说我消费短 但是就是说你刚刚说的那种 说我bill了这段 像是说我CIC CIC我需要做的事情 那个是说我产生的 但这里的话只是说我做一个 就肯定2D现在 我不知道有没有理解清楚 你的那个问题 就是说现在其实 构建镜像其实就是一个跑容器 它只不过是跑容器过程中 把这个容器产生的内容 给耽误下来 把它变成一个镜像 但是肯定2D其实它也可以做 只不过是它现在没有去做这个设计 就是没有 现在没有做bill的之前的检测 是直接做了bill的之后的检测 就是我跑起来之后 对 我需要跑的时候我才去用的 对 是的 对 就是不能在它发生的时候开始 我bill的时候 然后直接去检测 检测 让它就是不会出现在我bill的后再去拦截一侧 我觉得你这个问题 刚刚像刚刚第一个同事问的 就是说如果说我bill的时候它没有错 他bill的时候它没有问题 但是他跑了跑的时候发现它有漏洞了 其实现在这个问题确实没有解 但我觉得你这个问题非常好 就是说我觉得可以往像什么Dockerbill那边去推 所以我在我选择我构建的时候 我能不能说去判断一下 它到底有没有这样的问题 对 就是现在Trivi它支持文件检测 就是FS 你可以找一下它的原码是不是存在这些问题 对 是的 是的 是的